敬牛座的朋友 我先跟你说就是上天真的淡里不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次的那个星月图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那个日月上河 没有其他的行星 跟这个日月河形成相位 所以我们可以不看 然后最值得看的那个最大的亮点 就是火天对冲 火星在天蟹座入庙的士 是非常非常的强 那那个天王星呢 是在逆行 然后它在金牛座是非常非常的弱 然后他们两个对冲 OK 所以对金牛座的朋友们 就是有一些不同的 大大小小的意外 OK 然后其实在上一次 是什么日子 上次我忘记了 好像是 应该是天蟹座的那个星月 OK 那时候我在YouTube还没有出这个运势 但是在我香港的Facebook IG 我就跟金牛座的朋友说 你们真的要很小心很小心 因为 其实那一次 我没有记错的话 就是火天对冲 也是有的这个状况 OK 然后这一次在 就是在一个月以后 我们又见到这个状况 OK 就是火天对冲 OK 那但是我刚才就是说嘛 上天带你们步 因为 因为 其实你们 呃 现在是有 有宇宙的保护的 就是你们有 那个幸运性的保护 嗯 那是如何呢 嗯 我们可以见到 第一 就是在刚刚的 11月24号 我们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现象 就是 镜木合 对吧 他们合在射手座 这个很漂亮 很漂亮 很漂亮的能量 那 知识现在 那个金星已经离开了射手座 他已经离开了木星 但是 因为他们也是很很近的关系 所以他还是有那个幸运的能量 就是 第一 你们会受到木星的那个祝福 OK 第二呢 就是说 呃 金星就是你们的守护星 他刚刚踏入了 摩羯座 我们香港人又叫他 山羊座 OK 那 是你的九宫 对你是一个 对你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宫位 OK 所以 你有第二个保护 那 即使 就是那个金星 他刚刚好在 摩羯座的零 零度而已 OK 就是 比如说你 你走进了一个 呃 庇护所 这是一个很有保护的地方 你就是刚刚 只是 踏入了 一条腿 进里面 但是毕竟 它也是一个保护你的地方嘛 还有就是 因为受到 木星的那个祝福 所以 其实那个木星 也是在 门口 外面 帮 帮你去 挡那些风 挡 挡那些雨 就是帮你挡风 挡雨 所以你也是受到 一个很好的保护的 那么 嗯 就是 呃 随着那个 实践 不断 不 不断不断的 那个推展的话 你受到的保护 会越来越 越大 所以呢 塔罗 还有那个现象 跟你说的东西 就是非常简单 你不要 你不要做一些 很很大 什么很大的动作 不要做一些 很危险的事情 就好了 你最好 你最好就是 常常 带在家里面 睡觉 什么也不做 嗯 那如果你说 哎呀 我真的要做一点东西 我不可以常常 带在家 那 你可以去什么地方呢 嗯 第一个 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 一些 一些比较 高的地方 那当然我不是跟你说 你要去做一些 很危险的运动 那 你就是 自己造 自己笨 对吧 如果你去 什么跳山 什么的话 OK 但是去 高的地方 可以去 避免 危险 OK 听上去 就是很 很矛盾 很paradoxical but then it's actually not OK so you just 嗯 就是 你就去一些 又高 又安全的地方吧 OK 如果你不想 待在家 那第二个呢 是可以去一些 宗教的场所 所以去 可以去那些 那些佛庙去拜拜呀 或者是去教堂呀 那第三个 是去一些 高等教育的地方 比如去 嗯 大学 比如 比如去 图书馆 也是很好的地方 那 嗯 这是 最好 这是什么 什么危险的东西也不做 安安静静的 就是 那这个可以保障你们的那个 自己的那个安全 还有呢 有大贵人 那你们要记住了 大贵人就是一些老人家 或者是一些长辈 就是比你老的人 或者是比你成熟的人 那他们可以 可以教你们 做事要慢慢来 慢慢来 就是你 你 就是你 你走去跟一些 做事很慢很慢的人 一些老人家 他们去 交朋友吧 那他们也可以帮你去 嗯 挡掉那个 灾祸 对了 所以就 在这里 祝大家好运咯